好 各位同學 今天呢 我們要上個課呢 叫做商載行教15 那這個課呢 主要呢 我是開在這個四國3B 所以這個 因為我們三個教室的關係 只有45可名額 那這一點可能就是說呢 空間的關係 那可能就是限制大家修課 不過呢 你們都是很幸運的人都選到這門課 好 我們這門課呢是選修的 那學分是三個學分 每個禮拜二早上9點10分 到12點是上課時間 上課的教室地點呢在這邊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來上課 不來上課的話呢 你就自己 行落看著辦 好 那我們這門課呢 因為跟商展有關係 所以呢 因為 我猜啦 就是說可能是各位呢 經國貿易以來呢 第一門跟商展有關的課程 那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當然就會概略介紹一下商展的重要性 以及呢 現在全球經濟發展呢 跟國際展覽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教學目標裡面呢 大概呢 就是前面這兩點呢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呢 上了這門課之後呢 可以了解國際商展呢 在國際貿易中的一個功能 還有就是說它所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 此外我們會介紹這個 全球一些比較重要的這個展覽這樣子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認識這個啊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欸以後你那個去業界上班啊 問一老闆叫你要去規劃一個 一次這個出國展覽 那你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主要就是要訓練大家呢 在整個這個參展的過程當中呢 你要怎麼樣去執行 怎麼樣去做事前的規劃 還有就是說呢 在參展的這個時間點當中呢 欸你怎麼樣去接待客戶喔 那這個都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呢 一個主要的重點 那我們這學期呢 主要採用的教材呢 就是這一本喔 展覽行銷管理喔 那這一本它比較偏理論的部分喔 因為這個老師呢 他把一些相關的這個行銷管理的理論呢 跟這個展場的應用啊 規劃啦 全部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其次呢 如果各位呢 想要比較實務的 想要參考比較實務的書籍呢 那我建議大概是這幾本喔 這幾本都是食物界的這個專家寫的書喔 那這裡面可能很多都是他們的一個經驗談喔 他們把他們那個過去呢 去參加這個展覽的一個經驗啊 或者是規劃的一個過程呢 就是把它寫出來喔 那所以說呢 兩方面呢 同時並進的話呢 就可以大大提升各位以後呢 在參展方面的一個實力這樣子 好 我們這學期呢 這個課呢 應該算是多彩多姿啦 除了老師上課之外呢 那當然也會安排這個夜市來授課喔 我們會找幾位這個 對參展比較有經驗的這個專家呢 來幫各位呢 呃上課喔 分享一下他們出國參展的這個經驗喔 那通常還蠻有趣的 那另外呢 因為既然是這個參展的課程 所以呢 我們呢 正學期因為也有經費 他是教育部補助的一個 學分學成的經費喔 那我可以 我會帶各位呢 到台北市貿中心 台友南港長廠館呢 去做實力的參考 我們參考的對象不是企業 我們參考會像是國際展覽這樣子 那最後呢 當然會讓各位去演練嘛 因為培養這個發表啦 或者是說呢 議價能力啊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喔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堂的最後面呢 呃會提出兩次的時間呢 來讓各位做演練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評量標準喔 相信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喔 我們這個筆試呢 或者是這個心得啦 或者是實作啦 基本上都很重要喔 那其中其末的這個筆試呢 占20% 個人的心得筆記就是夜師 來上課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認真上課 然後呢 要確實的做好筆記喔 這個占20% 另外呢 我們呢 花了那麼多錢去台北一趟喔 也要有一些東西回來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呢 呃這個 呃 台北專業展覽的實地參訪的心得呢 占20% 希望大家能夠 呃用心的看 然後認真的寫 最後呢 欸 不是最後 就是說課堂上呢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分組討論的作業小狀況喔 然後讓大家呢 呃提出自己的意見跟看法 互相交流一下 那呃 剛剛講的最後那兩次就是 一次是展場促銷跟商品的這個發表模擬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展場溝通跟提價的模擬 這個是比較實務 實務性的喔 實作性的喔 那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提早做準備 另外呢 最重要這一點喔 我上課會抽點喔 不會每次點名會抽點 那你如果 那我三次抽點不到呢 我就扣跑 而且呢 學習整整機我會打得久了 所以注意一下 那我一開始先提醒各位 一定要準時來上課喔 你要熟到 然後呢 你不要跑做教室喔 免得被我點到你 然後呢 你未到的話呢 夠我自己負責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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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